就我那么一说 他那么一出货 这就到了比赛馆了 就是五分钟了 这一到了比赛馆 你想吗 中国冰棒球队是媒体追踪的最先 两年没参加了 是吧 六七年六九年没参加了 这次参加了 那媒体不重视中国比赛馆吗 一重视以后 这车门一打开 那记者的眼睛多尖呢 那记者呢 那观察力太敏锐了 一看中国车来了个美国人 美国人旁边站着我 又美国人拿着中国送的礼物 哗下这过来 一过来跟我们俩一吞猛照 第二天 日本三大报纸 独卖新闻 美日新闻 这个独卖美日 还有这个 早日 早日新闻 三大报纸 头版头条 通篮标题 图文并茂 中美接近 爆炸新闻就登出来了 登出来以后 当天晚上 副团长找我谈话 我一进门 你先看看这个 我一看 我跟柯那照片这么大 我说这怎么了 小庄啊 这事可闹大了 你可千万不能再跟他往来了 我当时不服气啊 我说 林队 我说毛里不说过了吗 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 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 我刚一区别 你说我这事能到大了 那我一说这事 他也无言以对 但是领导反应快 领导反应确实快 我说小庄啊 你们是运动员 你们的主要任务 是打好比赛 你们集中力量的打好比赛 这个正正的事情 我们帮你处理 你看好不好啊 那你说我能说什么 领导一说这我能说什么 我说好 我说以后 我就好好打比赛 我说以后我就不理他了 这就对了 我说可以走了吧 他说走吧 领导对我很光 也没批评我 也没什么都对 然后走了 我想今后我就不跟他往来了 问题是我不和他往来 可可可我往来啊 他拿着我整天送他这个礼物 不在那比赛管上 我说这儿晃来晃去 整天晃 他说这是中国人送给我的 这是这个世界冠军送给我的 他在整天在这晃 开心 那那记者就跟他照相 另外他有执行册 他又知道我什么时候 要去比赛场地 他就在那路上就等着我 我第二天一过去 一把抱住我 很用了 昨天你送给我礼物了 我还没送你呢 我今天把礼物都给你 这俩人又一吞猛照 抱上第二天又当了 这不是中美接近了 第二天叫什么 叫李尚光 这一登了以后 又过了一天 美国副团长哈里森 来中国驻地请求接近 一进门就说什么 我被中美两国运动员这种真挚 这种友好的情意 气氛 所感动 所以我向中国拼协 大胆地提出一个设想 你们士兵赛以后 邀请了我们美国北部的加拿大访问中国 也邀请了我们美国南部的墨西哥访问中国 是不是也能邀请我们美国访问中国 就把这问题提出来 你想想他也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领导哪里想回答这问题 您先回去 我们研究研究再答复你 就是研究研究 这研究要到北京了 他就回去了 他就回去了 他一回去这里屋里就热闹了 什么 美国想访问中国 这哪是时候 一个同志说 第二个同志就说呢 这全是小方给惹的事 他不惹事 那美国代表他就跑到中国驻地这来了 第三个同志说 你怎么能灌着装作动呢 人家灌着有一第一比他第二的方针吗 有一同志帮我说话 最后赵团长一听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好好让大家打球 散会 不管 就在这时候站在赵团长身后 有一个人就提醒赵团长说 赵团长 这可不是一次普通的政治会计 这是一次重要的外交动向 你必须向国内汇报 赵团长说 赵团长人家是军人 他打仗那是有问题的 这个外交敏感度可能稍微弱一点 那就说 那好吧 那您就帮着我们写这个 写这个报告 然后这报告呢 就打到北京来了 就打到北京来了 就打到北京来了